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郭爱秀山 这个短视频呢,中年来深度电评 像江西桶业、紫金矿业、洛阳木业、格林美和仓余股份 好,那么有色板块解读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有色板块指数 那么对于有色板块指数来讲 那么当前对应的一个技术表达 从日开而言呢,它是属于出现实质星 而且呢,有色板块指数近期 它是属于频繁的出现在的实质星 量能的话呢,有所温和 MSD上零轴 但是呢,对于有色板块指数 咱们前面给他讲到一个观察视角 这样一个位置呢,跳空缺口 这个位置的话呢,跳空缺口 上方呢,它是属于明显的沉压 好,那么呢,连续的这样的实质星 它本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变盘的需要 多空双方实际力敌 那么具体像上变盘还是像下变盘 那么我们首先呢,向上 它是有压力位临近 向下的话呢,我们可以把 小周期 列顺了,把低点和低点相连 对应的话呢,也是在 13天均线附近 可以把它用一个小周期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来进 来进参考 如果说后面呢,对应了破了 下方的这种小级别的去支撑线 那么它可能要再度考验前低 或者考验144天均线 那么反之如果说向上 向上的话呢,切记切记 它一定要伴随持续的量能 它这有可能层层突破 前面这样的压力所在 否则的话呢,如果说向上 量能不能有效的跟上 那么呢,防范的是充高回落 震荡的一个做法 好 同时的话呢,再结合股气联动 像忽铝 忽铜的一个表现 那么呢,如果说期货市场 整体走强 那么有色板块的话呢 它可能会延续这样的一个 在分歧当中 不断的芝麻开花 好,这是有色板块指数的一个 观察点 这是日开 那么从周开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它也是处于这样的一个 四字星 这四字星的话 对于那量能是方大的 MSD零逐上方状态 时差 那么呢,绿柱有所缩短 好 那么从长周期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呢 那么当前 对于有色板块指数 其实它的一个 调整也是在前高附近 我们来看 在前高附近的位置呢 它是呈现了这样的一个 假突破 好 回落下来 那么从421.54 对应的话呢 其实它整体的一个结构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上行的 结构当中 那么回落 回落的话呢 前面在这个位置呢 它也属于一个 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下沿 那么向上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重点考验的是 量能能不能跟上 量能能够跟上的话呢 那么持续 向上 如果说量能跟不上的话呢 防范呢 是走反向运动 好 这是有色板块指数 从周开线 越开线的话呢 那么当前 它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大的 整理的一个走法 只不过呢 这样的一个级别和尾度的话呢 就已经过高 可能对于实战的这样的参考意义呢 并不是特别大 从越开来看的话呢 它属于长周期的这样的一个 收敛三角整理 那么呢 向上 靠近风险 向下的话呢 那么调整的如果足够深 那么对应的才是机会点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列出像江西同业 那么对于江西同业这一次个股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的一个观察视角 列出呢 向上 一个是 前高 前高的话呢 对应的是27块八毛九 同时的话呢 在前面 高位四字星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 低开低走 以及呢 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个连续阴线 它对应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 重要的压力位 好 压力位的话呢 那么向上 最终没有持续的突破 而后呢 连续 十字星 高开低走 低开低走 那么呢 像江西同业这一次个股的话呢 当前 上方 它是明显承压 那么它的一个压力的话呢 这个位置最高28块2毛五 这个位置最高呢 是27块8毛九 一顺呢 它其实考验呢 还是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江西同业 那么呢 当前 它的一个技术观察呢 是考验13天均线的支撑 13天均线的位置呢 是26块1毛1 当前的价格呢 是26块5毛7 如果说后面呢 连13天均线都守不住的话呢 对应呢 它是一个波段 转弱的一个走法 好 同时呢 咱们前面呢 也是用残温视角下来进行跟踪 进行跟踪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从21块2毛2的位置呢 它对应的 其实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对应的 从21块2毛2 这个位置呢 它是属于一分钟中枢 然后呢 给出的是一分钟中枢的三买 好 而后的话呢 再进行中枢的一个组件当中 当前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考验 好 这样的一个中 就是在这个 从28块2毛5的位置 那么它的一个回落的话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分钟级别 三买反弹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三买转二卖 转二卖之后呢 再回落 那么接下来反弹 不能给新高 卖点 那么如果说呢 对应了 往下进行回落 防范的是分钟级别的向下 如果说向下走的 一旦走的比较急 那么呢 可能会对应的 反周没站上 那么发展成为一分钟的趋势下跌 好 这是江西同业 那么对于江西同业 这一支个舞的当前的一个观察点 列出呢 上方对应的压力 下方对应的支撑 那么在这个区间之内 持续震荡 最终一旦选择方向 顺势而为 不去读 好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 也是呢 最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跟踪视角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像这样的一个 我们把前面的化验工具给删除 删除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新的 波动区间来进行参考 例如说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把它作为这样的趋势线 那么高点和高点相连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压力线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是处于在这样的一个 震荡上的节律当中 向下不破 支撑 考验的是机会点 向上不能进一步突破 考验的是风险点 那么当前呢 它又在这样的一个 支撑线附近 出现十字星 如果说呢 后面再往下考验的是 此支撑能否有效 如果说最终 想走加速 那么呢 强势突破 回踩 而后呢 再向上 如果说向下 向下的话呢 一旦跌破 反周不能进入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这就是一个新的下跌 可能要考验前低 好 这是江西同业的一个技术跟踪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紫金矿业 紫金矿业这一支个物的话 咱们前面好 想解答的比较多 对的话呢 它也是回踩到 144连转以后的支撑 而后呢 出现反弹 那么大的一个周期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依然是属于日线 趋势线 颇位的一个反周的一个走法 反周的话呢 受到趋势线的压制 好 这是紫金矿业 那么当前呢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来讲 也是属于高位 12345 交替 基本上是属于 频繁出现十字星 像这类十字星呢 代表的是资金的分歧 同时的话呢 也可以用 咱们对应的一个观察视角 例如说像前高 它是 乘压 好 也其实呢 在这个区间啊 它是一个小的压力区间 再往上的话 这个缺口的位置 它也是乘乘压力的 那么当前的话 向下 那么呢 频繁四字星 那么呢 在周五的时间 它收在五天区间下方 收在五天区间下方的话呢 对应的 其实实际上 短线来讲 收不在 就那五天区间撑不住 其实就是一个 防范的节点 或者是 卖出的一个节点 那么呢 我们再看 它内在的 在哪个波动的节率 波动的节率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 好 它当前的话呢 也是五十三一百十四 多数排列 那么呢 下方 紧接着考验的是 实际连均线 十块七毛四的一个位置 那么通时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它用 残论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跟踪 例如说呢 用五分钟 残论结构来去看 它的走法呢 是比较的标准 这个标准的话呢 对应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五分钟的中枢延伸 来进行处理 好 五分钟中枢延伸 来进行处理的话呢 那么当前在这个位置呢 是组一个新的 中枢的一个延伸当中 那么中枢的一个延伸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向上 如果说走出向上的一个走法 那么和前面一旦发生背驰 那么去卖点 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不破 它只是存在小区间的 震荡 但是呢 一旦跌破了这个位置 反出站不上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来讲 它可能会走一个反向的分钟 向下的一个结构 好 这是指定框叶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例如像洛阳木叶 好 洛阳木叶这样的割股的话呢 它的一个技术表达 咱们前面呢 给它讲的一个观察视角 倾向这个位置呢 缺口的位置 缺口的位置 好 那么当前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属于 持续震荡 阻力有资金吸筹 因为呢 上方 向上看压力 压力看轻重 上方的套牢筹码的话呢 其实在不断的减少 不断的减少 但是呢 套牢筹码的量 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下方的话呢 对应的 在当前这个位置呢 反复的 反复的营养交替 筹码的高度集中 MICD的话呢 即将上零周 还没有上零周 那么阻力成名指标呢 也受到处理成名指标压制 所以当前呢 它的属于持续震荡 没有方向的一个走法 好 那么再从均线的一个维度来讲呢 当前只能把它做一个均线 联合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这样的 走法当中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我看小周期 小周期我们会发现呢 上攻容易出现上阴线 回落的话呢 对应的也容易出现下阴线 那么当前呢 其实就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的 用常论持角呢 就属于分钟级别 中枢延伸 用传统持角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好 小区间的 这样的一个相提震荡 什么时候 持续方量突破 会采不破 把我的机会点 一旦线下跌破的话呢 再一次考验前 立以114年均线的位置 好 那么随时在上攻的过程当中 观察量能能不能跟上 如果说能跟上的话呢 那么才有机会 节节突破 如果说量能不跟上的话呢 结合上方的套路数码 依然比较重 那么的话呢 防范的是冲高回落 它是属于这种 纠结式的 好 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 然后呢冲高 然后回落 再往上 就是属于纠结式的走法 好 这是洛阳梦业 那么像格里美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其实就是比较简单 用分钟级别呢 所以五分钟级别的三买转二脉 咱们前面呢 给他讲的是比较细致的 他的一个五分钟中枢 表达从七块七毛一 这个点位来进行算起 作为一个新的观察点 进入段 这是一个下上下上下 这个位置呢 作为五分钟中枢延伸 上沿的位置呢 是九块零七 好 九块零七呢 向上走突破之后呢 回踩不破 给出五分钟三买 反弹 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对应的就是 就是三买转二脉的一个节点 然后从更高的一个维度来讲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他的一个考察的一个节点 例如说呢 我们可以把下方 低点和低点相连 好 对应的 他的一个趋势直升线 好 上方的话呢 我们以过多点的一个原值来看的话呢 对应的 他属于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平台的上演 平台上演的话呢 我们来参考他的一个节点 列出呢 平台上演 九块三毛五 这个位置呢 是九块二毛八 好 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是九块二毛四 可以呢 在九块 三附近 好 如果说呢 始终不破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演 那么对应的持续震浪 他依然有机会在自己冲高 但是呢 如果说后面放量之后面临缩量 一旦呢 持续缩量 那么呢 他有可能演化成为日线级别的顶背离 以及呢 残润级别 残润视角下的话呢 趋势被迟 这个趋势被迟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把这个节点呢 例如作为日线级别的中枢延伸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在哪个 他的级别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日线级别来去看 而相当主力开段 如果说呢 对应的向上 那么最终 他的和进入单向比较来讲 大概是要发动被迟的 趋势 就是日线级别趋势被迟 然后呢 再叠加 MICD顶背离 好 所以说呢 像格力美这样的更多 短周期来讲 他的属于五分钟 三枚考验的是三枚转二枚的一个走法 大周期来看 平台突破周 灰彩是否有效 好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长驴股份 长驴股份呢 长驴股份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当前 它的一个技术做法的话呢 咱们前面也是 有过这样的一个讲解 首先 从历史的一个价格来看呢 它的属于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位置 是属于这样的历史的底位的 这个底位呢 是 我们把低点和低点相连 好 列出呢 我们把小周期的这样的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的属于这样历史的相对底位 然后呢我们再看中期 中期的话呢 它的属于这样的鞋箱下的平台 那么呢 鞋箱下的 那时候我们把高点和高点相连 对应的话呢 它当前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在平台 这样的上沿附近 沉压 好 那么低点和低点相连呢 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相提的一个走法 好 而且呢 这类个我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察视角呢 涨停板之后后面呢 只要说是冲高 可能连板面的就是偏离五军 尤其是先上涨停 那么先离五军的话 当前值钱 好 不过呢 当前它的一个量能已经让人气 以及就是它的股息已经转活 如果后面的真的向下 只要不破144年均线 那么可能还会存在一些反复的这样的低线高 后的旧一点 好 这是咱们呢 今天晚上呢 给它减评的一个内容 只作为技术巩固 好 技术交流 不作为买卖依据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呢 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好 再见